我們結婚很早 那時候我22歲 大學畢業那一年就結婚了 我22歲而已 小學三年級 他就會早上自己設鬧鐘起床 然後自己弄早餐 可能蒸個饅頭或是烤箱 好厲害喔 太乖了吧 來喔 大家好 我們佳玉 佳玉你好 看iPad的話 基本上大概四五歲左右 大女兒已經八歲 然後小女兒是五歲 五歲嗎 對 因為紅小的時候 小時候的時候 對 你做什麼行業 我是到服寵物美容室 就是到客人家裡幫寵物洗澡這樣 這麼好 兩個女兒的爸爸 你就出去的話 這個孩子的媽她是 她是 全子媽媽 全子媽媽好最辛苦 是因為我們結婚很早 那時候我22歲 大學畢業那一年就結婚了 我22歲而已 那個時候是有計劃的嗎 還是 那個時候是 不會有人這年紀有計劃 對啊 22歲怎麼計劃 對啊 一發入魂 一發入魂就這樣 你就沒辦法 因為我那時候在當兵 然後就 太衝動了 比較衝 對 比較趕 趕時間 去年回來比較衝 對 放假的時候 連求婚都很不方便 因為那時候在當兵 你就六日放假他也都知道 他很難給他什麼驚喜 所以我 不過我還是精心策劃了 一場 怎麼弄 就是先說好其他姐妹 約他 約他出來 然後我們到陽明山的那個 景觀餐廳 他以為我是沒有休假 我那時候當兵在台中 我就 故意騙說這一次沒休 千辛萬苦這樣 偷偷的請假 然後直接到那邊 給他一個驚喜這樣 對 結果怎麼樣 當場這樣 結果 感動 有啊 就哭啊 一個小小的 真心 浪漫充腦 可能平常太直男了 就是 沒給過什麼驚喜 這樣子他就很開心 那感覺 講這個比較是浪漫的 可是你那時候是 就是不小心一發入魂 你是怎麼跟老女朋友的爸爸講 對 其實他還好 因為我怨婦當初也是 這個年紀就生我老婆 他本身也是過來人嘛 所以可以理解你一發入魂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這個事情 我知道 對啦 我比你更變 時間到了 你現在還算更多了 時代不一樣的 就任意來出來跟女方的父母 去面對的這種 對 有責任 不會討厭 也是緊張得要死 就在那時候還在打軍中電話 打個月 你發抖吧 他說沒關係 回來再說 你先當兵 對 因為有願意要負責 就是OK的 OK的 你看現在還不是兩個孩子 對啊 所以這個男人 有肩膀很重要 今天就給你們 如果未來老公是這個 你們手上有一日老公出租卷 不對 不是啦 所以有什麼問題 妨礙問 人家是不是有老婆小孩 對 體力上面或是什麼 借一天而已 借的 借的 女兒小三就會幫忙準備早餐 對 因為我們覺得現在 很多家長其實都 覺得把小孩顧得太好了 就是什麼東西都幫他們準備 不讓他們碰 對 或是因為我們懶惰 才訓練他 可是我們覺得說 希望他獨立一點 沒錯 對 所以 我女兒現在大的小 小學三年級 她就會早上自己設鬧鐘起床 然後自己弄早餐 可能蒸個饅頭或是烤骨 好厲害喔 太乖了吧 對 然後自己弄動自己走路去上課 自己走路去上課 自己走路去上課 那你們都在幹嘛 在睡覺 我在補眠 真的假的 對 你這當爸媽的也太爽了一點 很輕鬆 太獨立了吧 因為小女兒 現在上課時間跟姐姐不一樣 所以我們就是 因為妹妹比較晚 我們就可以睡晚一點 再帶妹妹去上課 對 不錯啦 這個要訓練 都要訓練 對啦 從小訓練就可以這樣 滿好的 妳家這兩個好訓練嗎 我覺得滿好訓練 但是因為我是花了 大概跟我老公犧牲了 大概現在六年 六年時間完全沒有出去社交生活 然後五六點 就是在準備小朋友的晚餐 然後大概六七點他們就睡覺 對 然後就這個規律很作息 早睡早起 然後我們就一 什麼局都不出去這樣子 對 但是他現在就是還滿規律的 現在姐姐也是會早上起來說 媽媽趕快 我要上課遲到囉 然後我就好 然後我就說 那妳下次明天 可以叫媽媽起床嗎 我也是有一點是這樣子 想說訓練她 就是獨立自主 自動自發 那我反而覺得小朋友 這樣子早點訓練 她反而以後就比較不會說 什麼都要媽媽 什麼都要爸爸 叫別人幫忙這樣子 我覺得爸媽這樣子 針對小孩 課制化訓練滿好的 因為我媽以前怎麼訓練 我要去做家事 跟考試考好 她說 考第一名也可以有10塊錢 所以我每次考第一名 然後我可以存很多錢 她還不是就為了 是可以經由努力自己的奮鬥得 從小告訴這個關鍵 所以從小就存錢 然後這樣數數的存起來 妳小時候會不會有乳頭控 這叫 為什麼 怎麼會聊到乳控 為什麼會有乳頭控 因為她女兒有乳頭控 我還好我沒有 她也有乳頭控 她看到乳頭會像 很想要夾抖 飢渴 對 很想吃藥一樣 幾歲的時候 天啊 因為她是母奶寶寶 什麼叫做 喝母奶 很喜歡吸雲的概念 對 然後她就是會整天 纏著媽媽 就是想吸 因為她已經兩三歲就是長大了 然後就想說 不要再讓她繼續喝了 對 因為媽媽也困擾 因為你喝不到 她那時候已經有牙齒了 會咬 會咬 對啊 媽媽會不吃 會痛 對 所以後來 就我太太就會 想要幫她戒奶 然後就是把胸部貼起來這樣 不要讓它吸 因為她 她是那種半夜會 就是醒來 然後就跑過去 對 偷吸 偷吸的 對 那夜襲 那等於是夜襲 然後我太太之後 就把胸部貼起來 夜襲是這樣講的嗎 夜晚去吸奶 叫夜襲 夜襲 那怎麼不在乳頭抹那個萬金油 辣椒醬啊 小孩就嚇到 吸你的 你真的假的 這個是真的乳頭還是別的東西 因為我就睡在 她就睡在我們兩個中間 一邊不能吸她就吸另外一邊 一邊不能吸 我就吸另一邊 一開始我還以為 因為我睡很熟 我是很好睡的人 想說媽媽 我還以為是老婆在調皮 你知道嗎 你這個小調皮 你也來夜襲 我還會這樣 今天很累不要 後來不對啊 怎麼還在吸 然後我起來看 你先不要 先不要 就先輕輕把它推到旁邊 然後走另外一邊蓋棉被 當了老爸以後 他人氣意就不減 有粉吃 反而更帥 會有男粉 男粉啊 就有可能 因為我工作性質比較特別 就是我都會到 浮上去 自主家裡去幫可能高齡 或是行動一變的寵物 貓咪去洗澡這樣 那個雞肉 因為可能比較特別 一開始有一些媒體來採訪 是 我記得有一次他們跟我去拍一隻 受虐的 癱瘓的狗狗 對 然後就是整個影片就是滿感人 因為那隻狗就是很可憐這樣 然後我再幫牠弄 結果底下整個大歪樓就是 很多網友留言說 就是你們有洗人的服務嗎 什麼 到府去洗人 洗人 有沒有洗身體 誰先哭 我就知道有這種要求 我剛剛就很想問 是嗎 會幫寵物洗澡 應該也會有那個 女主人說 這個面 女主人有沒有 有沒有遇到 男主人女主人都有 對啊 你一定是男女通吃 這個就不用跟我比了 有 因為她本身之前也在 藏造中心服務 對 真的有 需要備 好 這是我們第三位 請坐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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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